我们再来看到这真的是踢到铁板 新北市这名50岁的张姓男子 他因为失业缺钱花佑 25号晚间假扮成管区的园警 向板桥一间餐厅来勒索 没想到餐厅跟警方关系良好 老板跟警察因为很熟嘛 所以就连问对方几个问题 包括了分局长是谁啊 派出所所长是谁 嫌犯根本答不出来 当场遭到识破 一名穿着浅蓝色上衣的男子 对着餐厅老板娘大小声 看到老板也来了 他立刻说自己是警察 要业者拿出钱来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理他 还反问嫌犯 板桥所长是谁 男子答不出来 再来又问他分局长是谁 主任是谁 来要钱的男子还是一头雾水 当场破功 老板他因为认识了很多警察朋友 那他随口就问了几个人的名字 发现这个犯嫌根本不认识 所以老板就起 第一时间就赶快报警 山车是警察 长官的名字却答不出来 男子准备落跑 被赶来的远警逮捕 25号晚间 50岁的张姓男子 因为失业 缺钱花用 看中新北市板桥 这间海产店生意好 打电话来说 店家的消防安检没有过 厨师涉嫌吸毒 要求业者拿出2万块钱摆平 刷犯约在餐厅前面 但老板发现 真的警察有背章 胸章 配枪 以及无线电 张姓嫌犯却只有穿浅色上衣 黑裤 装扮已经引人怀疑 而且这间店的老板和警方 熟得很 原来这间餐厅 位在板桥闹区 和警局的距离不到一公里 远警长聚在这里吃饭 业者和警方关系良好 才能一一出题 考倒张姓男子 嫌慢踢到铁板 骗钱不成 还得背上 诈欺行责 最后是我们军来一支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